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Sarah 今年33岁,我有两个小朋友 最大的人今年5岁,最小的人今年23岁 我生了大的人,我瘦不了,真的很胖 我十多公斤,真的什么衣服都穿不到 就算三年之后,也要穿旁边的衣服 之前的衣服全部是10年以上 我没想过,没有这样的一天 字幕志愿者 完全是穿好衣服 我很不想出去见人,我很不想拍到我家 我就是,你人就在家 就算我朋友,怎样叫我出去 我为了集团,每个人一次,我也不想 我都会给很多席口,跟我朋友 没有空,很透明一点 因为她还小,还为人来 其实不是的,其实是对自己 已经完全没有自信心了 不穿旁也没有想穿旁 跟老公的关系都会很差 因为她觉得自己很不靓 可能她出列都会找到更好,更靓 更靓,更熟 那个心是要减肥的 其实也有很多 但我觉得最大的打击给我 就是,我生完蛋糕 之后,三到二三年之后 我就回了一个面课 所以我已经过了很多关 我已经去了,浪费了很多时间 去面课很多关 所以已经提到了最后一个 之后,Fisha就打电话 跟我说,我的案件是KIV 即是,有没有跟我说什么 我一直都问我,为什么 因为她看了我很多时间 我都要知道原因 为什么我会缺帮 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到最后 我知道原因 是因为她觉得我不舒服 因为我很胖 我一收到那个电话之后 我经常就没有心情做工作 我回到家,我就哭 真的哭得很惨 应该做了一年之后 都没有什么时候跟着 更大的情绪变化 那时候我就大哭 就觉得自己很没用 为什么会来到这么多的东西 都没有人 一到这个打电话 我整个人都已经是 差不多有疾病的階段 很多不同的那些 妮妈姑姐的方法 有減肥茶 我有喝过 那些減肥茶真的很多 減肥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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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之后 去厕食之后 去厕食之后 一堆堆的油 很噁心 那一刻 你觉得很爽 好像渍肥茶 我覺得自己有吃的肥胖的食物都放出來 但其實不是一段時間 之後你的身體開始承認了 後果又消失了 又回去了 所以其實到最後還未找到一個定性可以減肥的 然後找到肥胖開場之後 我才是定性的看到 電用就是感到肥胖 然後是很好的方法 所以之後就消失了 真的遇到很多這樣的問題 就覺得我需要再找他 所以我老公那次 不如你試一下 就要打電話給Coach Indra 之後又看到她的Facebook 又在打她的Season 1 Oslo Network 他們的成績 我就覺得原來他們正在行的這個project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她 Andra就這樣推薦了 那時候第一把我放的 我就跟Andra說去Trial Andra就說 不如你試一下去Trial 因為我放一把做功 所以我就去大陸 那時候我很緊張 因為也有想縮生的 因為運動嘛 不是我可以學東西 我沒有什麼懂運動 我覺得很害怕我自己會斷氣 或者會很差 別人會笑我 因為一時剛才我去過Yoga 有些很advanced的成績 有些人我覺得自己很自卑 因為我跟不上 我怕別人看不起 我覺得很慢 所以我就覺得很害怕 我怎知道我入去的時候 整個Erik是不一樣的 原來大家都很友善 那時候有馬來的朋友 又有唐人 大家都好像有一個大家庭 大家看到我就很開心 嗨嗨 我就不嗨 都很害怕 那時候很緊張 不知道會有什麼事情 然後我過了一刻 原來是很OK的 原來就有那個心臟的量 大家都很友善 一點都不會覺得麻痺 一點都不會覺得很stress 就是很開心地上了一層叉 之後我就遷了 就十幾刻 就繼續這樣做了我的肌肉教授 其實B1Roger的那個 除了瘦之外 其實自身體回到很多 因為之前那個K之後 整個人都紅 整個人都不想穿衣服 想穿衣服 不想出去 這樣進去 我看到那些媽媽全都是同的 但你們都可以有成績 有成績之後 每個人都大家互相鼓勵 你整個人都自信心都回來 跟老公的關係有 什麼都好了 總之什麼都是完美了 就學到怎樣去自律 做出錢 怎樣去教我的小朋友 怎樣去讓我去那種 又有很好的生活 又有很好的幸福 我覺得 其實真的幫了我很多 很多東西 很開心 其實真的有很多 我真的學到很多 都很感謝 因為我身邊的媽媽 好像現在的媽媽 都給了我很多 很多的鼓勵 一定會有氣氣樂樂的 有時候你會面對 我好像 為什麼我的KT不放下 為什麼我的背包都不放下 所以那時候 就會不停地 我的教練 教練就問一下 為什麼 我會怎樣 所以從那裡 我們就開始研究 究竟發生什麼事 可以舒服我們 一些東西不會流 或者是什麼 所以從那裡 我們就開始慢慢tweet tweet 然後就OK 都成功了 所以那時候 就很積極地 對飲食方面 真的可以照顧我 真的要聽 教練 教練 怎樣吃 真的要聽 真的有些時間 還有你運動 每個星期 至少都要三四次 一定是很緊張的 所以我的過程是 有犧牲 又有緊張 又有想放棄 又有想放棄 不過 總之我還是做到的 我還是想 我總共減了五十公斤 我總共減了五十公斤 知不知道進來的時候 就長了六十三個KG 即是我進入了Cupy Mung Project 之後我就減了四十三個KG 然後現在我現在是 這一個MUX 剛剛 在MUX 所以我更加了一點 就是四十四四十五左右 都是很可以的 記得 那時候很緊張 有時 差點 就想收拾 想走的 想不想 我已經差點 就接受了Cupy Mung Project 說 我可不可以先放棄下個季度 因為覺得自己很有好 很沒有順心 真的好一個 不太有順心 不太有順心的人 又怕 因為第一範圍 但是 我老公 真的給我很大的鼓勵 所以我跟我說 你都已經做了 行動一步 最終一天 都已經做了 每一天 還不可以試一下 不行的 你不知道 可能我家裡看不到 線條 但是他都需要 看到一群人 可能知道什麼 你不知道 所以我進去的時候 大家都很努力 不斷做 Last Push Up 不斷動 不斷動 所以這個環境 真的很開心 之後拍照的時候 有很多人一起幫忙 指點 要緊張 要看到線條 之後有靠近 然後有靠近 有靠近 其實之後 一天到去 整個氣氛就不一樣了 什麼緊張都沒有 其實是 enjoy 其實是很享受整個過程 之後我們又去吃東西 去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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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心情 真的沒有心裡 沒有後悔 沒後悔走這一步 現在已經贏了Apps,我的目標是 第一,我想幫大家多個媽媽 好像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我都看到身邊有很多朋友信心 沒有了,尤其是做媽媽之後 好像沒有問題,跟老公的感情不好 因為覺得自己很多懷疑 又覺得老公在外面有女人 或是因為自己沒有了信心 所以我很想去幫 當我開始幫她們的時候 我看到她們有成績 家裡關係不好的時候 你自然都會覺得很開心 你幫了很多人 所以現在我很想繼續幫媽媽 有這樣的問題 都會好像我們這樣很開心 大家有一個小家人 之後跟我老公也很開心 然後繼續下去 大家都很開心 我很想跟大家說 那些媽媽好像外婆一樣 適合你 不知道怎樣 其實最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你和你的結尾行動 你自己的目標 你要做什麼 之後你就要 stay focus 所以我真的有很多事情 有時候你已經玩了這麼多 你已經是跌出去了 你已經是知道了 你自己是大了這個模樣 這個模樣 中間和外婆婆 繼續下去 這樣 堅持是一個最大的 堅持和不同的努力 還有有些事件 其實是最重要的 還有你一直有很好的正男 不愛有太多負擔 可能要不要來 當時要訂閱 然後我現在也有最大的 目標 會到 分 水 淺 可 用 幫 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